兩年多的疫情 不少中港家庭被迫分隔兩地 除禽是不少低下階層的生活寫照 身在異地作為子女 最難受的是 當家人病的時候 不可以侍奉左右 真的很難受 人都老了之後 七十歲左右 覺得體一眼小一眼 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出入場所 素安心出行 已經成為了市民的日常 但從今天開始 終於不用數碼 但進入食市 戲院某些指定的場所 依然要出示疫苗通行證 雖然防疫措施 未全面鬆綁 但多少樣東西都好 入餐廳 不用大排長龍爽快很多 大家可以有一個快樂的聖誕 至於下星期四就是冬至 冬至大過年 Ginnie是否會跟家人吃飯組織 當然會 我家人最重視冬至這頓飯 所以那晚家人 一定會齊齊整整一起吃飯 其實疫情這幾年 對於一些中港家庭來說 一起吃飯都是奢侈品 所以不少人都希望 可以快點恢復免隔離通關 早前我們就訪問了一個中港家庭 兩年多以來 她有一個女人在香港獨自生活 她不斷想 究竟錢重要一點 還是親情重要一點 結果她是選擇親情 寧願辭職 都要回內地和家人團聚 那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通關呢 我想很快就會有消息了 事關前幾天 行政長官李家超都說了 說有很現實的可能性 在春年通關 大家就忍耐多一會兒 相信很快會有好消息了 兩年多的疫情 嚴謹的防疫措施 不少中港家庭 為了生計被迫分隔兩地 隨勤是不少低下階層的生活寫照 中年失婚 三年半前跟內地人再婚 但是又剛好遇上疫情 兩個人分隔兩地 過去兩年多 隨勤自己一個人在香港 父母和丈夫都在內地 她一個人度過了不少孤獨的節日 在快餐店做侍應 每個月收入微博 隨勤一個人租住大埔村屋 這間大約100呎的房間 月租2,800元 而她的丈夫 父母和和前夫生的兒子都在內地 這兩年多都沒見過面 剛開始很希望 下一個月或者下個禮拜 或者可能是幾天就通過了 就是整天都是希望了幾時 總覺得很興奮 但是現在就覺得 真的有希望了 就覺得很遲 很冷的 每天上班、下班、坐車 之後經過這條黑黑的小路回家 就覺得很興奮 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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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回來了 我已經到我戶頭了 回到家 她習慣馬上跟丈夫說 但其實屋內只有四幅牆 分隔千里 平時想看家人和家人開心分享 都只可以靠視像 通常都是視頻和微信 和我媽、爸爸 我認識時就視頻 平時都是微信 通過微信可以看到 她在我家做甚麼 我家有甚麼變化 她經常拍視頻給我看 如果在家一起醉 吃點好吃的 身在異地作為子女 最難受的是 當家人病的時候 不可以侍奉左右 聽到她有病有痛 最多就吃幾分錢 有甚麼用 然後如果兩年沒回來 真的很難受 又去看她 人都老了之後 七十歲左右 覺得看一眼小一眼 真的有時候很難受 有人陪伴她 我和我老公 那個客人 我用那個頭髮 十幾元就可以做一個這個 做到之後 有時候要看一看 除了父母 心中煙灰的 還有另一半 蘇助公回來 甚麼都不能吃 自己都不吃 晚上都不吃 誰知道 跟她在一起之後 每天有些東西給你吃 都不吃 都不能吃 每次她在海關那裡 知道我 有時候 帶油皮 偷東西出來給我吃 一邊吃一邊走 就是幫我拿 那些東西 有時候她就帶我去山上 行行 去看人 跳廣材午 那些 去超市 那些 看看 有時候 不想出去 就在家裡住 那些東西給我吃 每當談到先生的時候 隨便都會忍不住 露出笑容 我老公就常有視頻 四個小時 他有視頻 只要沒有上班 他就有視頻 然後回來 通常我洗澡後 他就有視頻 如果隨時都要用 半個月就沒有了 都要哭點哭點 去公司 有些時候 早點去公司 反正坐在那裡 可以坐下那個媽媽 說吃 她最想念的是 先生的手藝 當然是我洗澡那些麻辣的東西 他都做得不太好 我都不懂得煮飯 在我家裡 他搜地拖地 什麼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就覺得 有樣子的感覺 真的很好 你兩年來放開 有時候 吃飯的時候 他問我吃什麼 我給他吃 他說 好慘 我吃這些東西 一個人在香港生活 每逢節日都會特別孤獨 所以他寧願上班 賺多點錢 差很遠 以前覺得生活 還有點樂趣 有些時候 有兩個人 千千手出去行 公約換一下 現在就是一個人 行來行去行去行去 有些時候覺得 真的 很沒意義 沒意思就覺得 但是有好無奈 你不做不行了 現在就是收不收工 都不需要 有時候 經理要被我優先 我都說 不用優 反正我又不想去哪裡 多一天 又要一天前 每次大時大節 他聽得最多的 都是這句說話 唉 什麼時候回來 我媽跟我說 你回來了 不省錢 不要緊 有你煩死的 我不行 有煩死是 不會餓死 但是 還有很多自己想要的東西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 你不可以更陰性地放棄 有時候想想 不要管了 我又放棄了 但是等下 兒子有讀書 你有什麼被欺負呢 以後 就要迎來 我覺得這個議席 真的很驚訝 一天過一天 長時間分隔 無料期的等待 令徐強越覺孤獨 究竟錢緊要 還是親人緊要 幾個月前 他終於下定他心辭職 回到內地 和家人團聚 這個聖誕 他終於不用再視頻 不用再微信 有時候想到 哎呀 如果我看到我老公 一定要抱他一下 但是 可能我又不會更加做 因為覺得 很誇張 更大水座 不同那些 實際的死也殺死 總之你身邊有人 有親人 那你就覺得充實一點 一個人就好像 扶貧的人 不知道走到哪裡 對香港人來說 灣仔算舊區 但我很多外國朋友 都很喜歡這區 還說舊得來 很有情懷 灣仔區的確保留了 不少的堂樓古蹟 例如有嶺南風味的 一級歷史建築藍屋 還有百年老蕩鋪 和昌大鴨等的建築 不過要追求情懷 又不一定要 在這些堂樓古蹟才有 在商場都可以感受到 這間舊式商場位於灣仔 主要買些電子用品 平時人來人往 叫賣聲不斷 開動 開電視,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